最酷炫的小米实至尊透明版真机上手 超大杯名不虚传 亮点太多了 对于米粉们来说 雷军昨日的演讲加上新品发布会 真的可以堪称是今年的科技界春晚了 所发布的新品也统统超出了米粉们的预料 无论是顶尖旗舰小米实至尊版 还是超厚道的性价比旗舰Redmi K30至尊版 又或者是小米透明电视 甚至是兰博基尼定制版的卡丁车 都让人印象深刻 原本这款手机的命名还没确认的时候 大家一直都是称呼这款手机为小米10超大杯 而根据这个命名最好的结果 就是它要在小米10系列的基础上 各方面都有所增强 外观上 小米实至尊透明版正面 与小米10系列近乎一模一样 屏幕也都是顶级的原色挖孔屏 只不过小米实至尊版支持120Hz的屏幕刷新率 无论是性能还是拍照 又或者是充电屏幕 小米实至尊版都在原本的小米10系列基础上 进行了升级 而且其中部分升级还非常惊人 至于小米10系列上饱受好评的 X轴线性马达以及立体声扬声器等特性 小米实至尊版也应有尽有 与此同时它的价格指定到了5299元 确实一如既往的良心